臺灣向前衝 一起拚經濟 我是吳宣宜 在今天節目一開始 要先講到一九八零年代 當時的臺灣擁有製協王國的美名 但隨著廠商倍數成長 功過於求 瀟詐競爭 又遇上土地和工資成本上漲 不少製協廠是紛紛轉往 其他國家來投資 但薛永昌卻反其道而行 選擇留在臺灣建立製協品牌 不過一開始欠缺經驗 大舉擴張讓他慘賠了四千多萬 但他不氣餒 重新是以足部健康定位品牌 找到了製協新藍海 現在年營收突破兩千萬元 集合圖案和線條設計 在鞋面上玩出了全新花樣 大膽的用色讓鞋子格外吸睛 有的典雅氣質 有的看起來簡單俐落 帥性有型 還充滿了時尚感 顏不住臉上燦爛的笑容 薛永昌就是一手打造出這些 MIT鞋款的幕後推手 早在1970年代 薛永昌就白手起家 投入了製協產業 當時他只做大底車線加工 從一人代工到六人團隊 當初的工作就在小小不到 十坪的客廳進行 而今廠房的面積已高達三千多坪 員工多達上百位 從概念 研發設計到生產銷售 全部一條籠包辦 其實早期因為我對祭祀 這方面蠻追求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去開發的 第一個階段 我們那個比較屬於 勞動階級的那個工作水 然後我們第二個階段 再結合誰生誰 所以因為我們的祭祀和服務很強 早期大家對我們的認識 都是誰生誰 因為當時我們 隨便在試戰力是第一名 1980年代當時 製協工作可說是全民運動 但是後期廠商倍數成長 消價競爭使得獲利空間壓縮 再加上土地及工資成本上漲 製協廠紛紛外移 但徐永昌反倒選擇深耕臺灣 一雙平均單價五六塊美金 可是歐洲的鞋廠 一雙吃起來都五六十塊美金 同樣都在做鞋子 同樣是一天生產一千雙兩千雙 可是產值差到十倍 所以我回來就想 想說那我一定要跟隨他們的腳步 的那個降伐和能量 建構在我們台灣 在我們公司上 徐永昌學習歐洲鞋廠 精細的做工 織鞋工序繁瑣講究 不同的鞋款 平均都需要近兩百道的工序 每雙鞋子就在師傅的手裡 慢慢成型 為了強化鞋子的品質和強度 從引進車縫概念到實際之心 徐永昌就花了將近五年的時間 當然是車縫的不簡單 因為貼膠以前就是這一幫的 就是把多餘的那個面料 全部幫在那個線頭下面 就把它演示掉了 那你如果用車縫的 就是鞋面大底和線頭的板子 全部要很準 全部要一比一的精準 才可以達到那個整個鞋子起來 做到最後的成型 才會美麗漂亮 講到做鞋子 沒有人比薛永昌在行 可是從代工轉換到經營品牌 卻沒想像中容易 2004那年 他在南部搭局擴張了十幾家門市店面 卻慘賠了四千多萬元 我說那時候對鞋子的觀念是 它是物品 是商品 是買賣行為的一個產品 然後沒有成功 就是把店開的開起來了 就是在開聯手店就好像在做品牌 所以當時的認知是這樣 那做了三四年才理解說 做品牌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再重新做準備 乖乖講完學費 薛永昌也買到了寶貴的經驗 他沒有被這個挫折打敗 反而選擇捲土重來 如果以品牌的角度 第一個就是我們去服務消費者 然後第二個就是你的產品的 本身的能量的價值是什麼 所以我就有一件事情 就是說好不好穿你的腳告訴你 好不好看你的朋友告訴你 不是我們公司告訴你 薛永昌的品牌之路並不孤單 這十年來跟他一起努力奮鬥的 還有七年級的兩位兒子 為了能拿出樣品跟客人溝通 以前光是找材料打樣 往來之間可能就需要花費 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在設計研發部工作的薛博海 導入軟體讓員工學習新科技 就是為了加快彼此溝通的效率 3D的設計軟體導入之後 它可以直接去做到後面開板 那變成說它畫的線條 就會是它後面做出來的鞋子 我們一些實際的呈現 可能就是我有個3D很明確的圖檔 我可以把一些材料的材質或顏色配上去 甚至客人不用看到實際樣品鞋 我們只要給它一個3D檔案 它就可以想像就很明確 幾乎是百分之百 只要說這是鞋子可能脫出來的樣子 我們現在就是以有健康概念 能力足弓的開發 去做我們所有對應的產品 那變成說這是我們的 品牌核心的價值 運用儀器量測 客製專屬的鞋墊 鞋子不只要穿得好看 還要穿得健康 這是父子三人對品牌的共識 這個是最大的一個突破 原因就是因為在於說 它高跟鞋它的容積 本來就比一般的修前鞋 鞋子都還要小 然後又在於它鞋型的狀況 它本來壓力又會完全重 所以說這是我們 總之以來這兩三年來 最主要的一個大的一個突破 實念磨一件 薛永昌堅毅內斂 不斷研發挑戰創新 也讓品牌的年營收 順利達標兩千萬 為台灣協業再加值 一定真的 支持? 出門 通常 資訊 出門 通常